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恐怖电影《绝命休息战》 电影开始女主孤注一掷的离家出走 决定和男友一起开车 前往洛杉矶去追求自己喜爱的演艺事业 两个人在荒凉的路途中感情不断升温 按捺不度的男友当即和女主在车里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之后两个人继续上路 不料在一个女主上路 在一个拐弯处突然冲出一辆皮卡车 皮卡车车速很快险些撞到男友的车 惊魂未定的男友十分愤怒下车就要找卡车司机讨论 结果这时卡车突然启动快速的开走了 在这之后男友和女主便发现他们迷路了 因为天色越来越晚 两个人都不禁有些烦躁 对对方的语气也不如开始 这个时候女主要上厕所便让男友找了一处休息站停车 让女主没想到的是休息站的厕所十分肮脏 到处都是涂鸦 并且女主还在墙上看到了一个373的车牌号 之后上完厕所的女主出来后竟然发现男友和车消失不见了 女主只好在附近寻找男友 可是走了很远都没有看到男友的身影 开始有些慌张的女主想要打电话给男友 却发现这里地处偏僻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女主打算寻找附近的电话亭 意外的发现路边的告示栏中贴满了失踪人口的纸张 就在这时刚刚差点撞到男友车的皮卡车再次出现 路过女主旁边的时候扔下了男友的手机 女主抬头一看 发现卡车的车牌号正是373 不久之后女主找到了一个小木屋 利用木屋中的无线电和警察取得了联系 就在女主在房间中等待警察救援的时候 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女主开门后在门口发现了男友的车 就在这时皮卡车突然冲着女主冲了过来 想要置女主以死地 幸运的是灵巧的女主躲过了一劫 随后女主在附近看到了一辆房车 被房车搭救的女主上车后才发觉 车上的一家人似乎有精神问题 紧接着女主在车的后备箱中看到一阵阵闪光 以为是男友的女主不顾房车主人的阻拦 打开了后备箱 结果被关在里面的是一个侏儒 这下房车主人彻底被激怒 直接将女主赶了下去 无处可去的女主只能回到休息站 却在休息站的储藏室听到了声音 女主寻声而去 发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雷希 从雷希口中女主得知 她是被皮卡车的司机折磨成这个样子的 而且雷希称男友也曾被卡车司机带到房车上 此时外面再次响起了皮卡车的声音 女主听到后逃了出来 想要拿些东西救助雷希 没想到当女主回到休息站的时候 发现雷希竟然失踪了 接着女主发现在告示栏中 女人的照片就是30年前失踪的雷希 就在女主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警察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 女主看到了救星 想要警察将皮卡司机抓起来 不要皮卡车再次出现 将警察撞了个半死 见状女主只能先将警察拖到了休息站中 没想到皮卡司机跟着女主前来 并在女主进到休息站后锁住了门 女主拿出警察的手枪试图击杀司机 可是女主根本没碰过手枪 打了几枪后都没有伤到司机 这时司机从窗户中扔进来了一台摄像机 女主打开摄像机一看 就看到了男友被司机折磨的画面 与此同时司机在厕所中泼满了汽油 发觉到不对的女主最终无奈 只能扔下警察 找到出口 逃了出去 女主知道只要司机还活着 自己就没有办法逃离这里 于是女主主动来到卡车附近 准备趁着司机不注意杀死司机 没想到女主下手后才发现 被自己捅了一刀的 是自己被缝上嘴的男友 很明显司机已经预料到了女主做的事 在这之后女主捡到了一个燃烧弹 将燃烧弹扔向了卡车 卡车在一片黑暗中熊熊燃烧了起来 第二天白天经过漫长的一个晚上 女主认为自己终于逃脱了司机的魔掌 没想到这时司机突然出现在女主的身后 不久之后 女主失踪的消息就贴在告示上 这部电影中没有鬼 但是恐怖的氛围营造的还是一级棒 情节中女主被人追逐的恐惧感 让观看的人感同身受 总之是一部不错的恐怖电影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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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